我們媒體先生女士,大家午安 自520,我們蔡英文總統就職 成為我們台灣史上的所謂的一個女總統 在她的就職演說當中 就我們國家以及新政府 有做了很大的幾個承擔的一個承諾 不管是從經濟結構的轉型 強化社會的安全網 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區域和平與外交等等 在在的給自己做了很大的一個承諾 我想我們市長貴為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可以說是完全執政 既然是做完全執政的一個新政府 對於將來的所有施政的一個措施 既要完全的一個負責 而本席在這邊就蔡英文總統 所承諾的五大承擔裡面 本席好想有幾點來就教育我們林市長 在蔡英文總統裡面 就社會與公平正義這部分 蔡總統有提到了轉型正義這個字眼 從過去扁政府到現在的小英政府 我想轉型正義這個字眼 大家都耳熟能詳 我們林市長過去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我想對於轉型正義的真正的一個內涵 應該有比我們外人更深的一個認識 所以在這邊就轉型正義 不管就我們全國也好 但就本市原住民跟轉型正義 這部分 是不是有相關的一個連結在裡面 我想請教我們林市長 好 謝謝陳明健議員的垂詢 我想這個轉型正義的部分呢 這個其實有它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內涵 我想我不敢說我講的就是對了 或者是說代表民進黨或者是說蔡總統 但是就我個人的理解 我想轉型正義無非指的是 在我們民主社會從威權走到 就是說台灣這個國家 從威權走向民主政體的過程裡面 對於不公義的這些事情 所做的一個不管是平反還是說 讓它變成是符合公平正義的一個原則 符合公義的一個原則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我想這個是我個人對於轉型正義的一個理解 以上謝謝 謝謝我們市長 民進黨在三月份也提出了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一個提案 我們幾位原住民的立委 甚至有三種不同的一個版本 也提出了轉型正義等等的各種特別條例 但是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主要的就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就是傳統土地 這部分的一個版本 我想我們也知道前幾天 我們高雄市的市長成局 用了集體的方式 用公開的儀式 所以原住民族土地的所有權狀 來藉指教育我們主流社會 原住民才是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一個主人 這個就是轉型正義的一個舉措 我想在這邊除了我們高雄市 陳市長有這樣的一個舉動 我想全國部分 為了原住民的一個保留地 大家如火如荼的 希望在我們蔡英文總統的任期這起執念 能夠得到公平與正義 仿還原住民傳統的一個領域 所以在這邊 待會也是要請教的就是我們民政處 因為我們海濱住宅這部分 是坐落在我們基隆市的原住民的一個保留地 但是對於它的產權部分的移轉 最近據本期的了解 遲遲到現在還沒有全部的移轉到我們所有原住民的 所有人的手上 所以待會請我們民政處能夠加以的說明 其次 在我們蔡英文總統在上任 在競選期間 就他自己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文宣裡面 就是上任之後 要推動實質的原住民主的一個自治 我想我們各縣市的整個所有的一個民代一直朝向的就是說 希望在各縣市裡面 讓我們原住民族能夠真正的落實一個原住民族的一個自治 在我上個會期裡面 就我們基隆市原住民族是否得以自治這個問題 也請教了我們當時的研考處的何處長 我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基隆市有一個臨時性質的一個編制 叫做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當時我問我們何處長是說 是否把這樣的一個組織 列入到我們是否正常的一個編制 予以法制化 真正的達到我們原住民族 在我們基隆市的一個自治的一個程度 當時我們何處長回喊的內容 我們現任的我們研考處黃處長這一點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本席上一次定期會議的時候 問這個問題 有回喊給本席 他是回喊的內容 我們黃處長知不知道 謝謝陳議員的這個垂詢 那有關於剛才議員所指教的 我們現在是否有一個臨時任務的編組 是基隆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因為他是一個臨時編組的組織 那依照我們現在相關的規定 地方組織的基準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跟我們市政府的各個組織條例的部分 我們市政府的這個單位的 設限是17個 就是局處加起來總共17個 那目前已經達到上限的規模 那如果相關組織調整 我們必須要符合法制化的要求 所以我們可能要通涵的做一個原因 謝謝黃處 那下你的回答 跟我們合處回答的幾乎連同 但是我們合處長 對於我們圓民會將來的一個發展 在基於剛剛我們黃處長所講的 依照我們地方制度法 我們本市無法再以 扩編其他的一個 其處一級的一個單位 但是我們合處長也曾經 有過這樣的一個指導的一個方針 既不能在我們本市裡面 成立一個原住民的一級的 業務單位 但是在相關業務的經費向下 能夠增加他們的經費 是最重要目前要急需要辦理的 我想這句話我想黃處長 是不是可以回去加以研究 讓我們原住民在我們基隆市 真正能夠落實原住民的一個發展自治 甚至於在我們基隆市能夠訂定 有關我們基隆市原住民族發展自治條例 這是本市期待能夠實現的一天 在我們蔡英文就職援收當中 也曾經說過 他上任之後 多次的公開承諾 未來會代表我們國家 對原住民族正式的道歉 而且顯定在今年的8月1日 原住民族日 會向原住民做正式的一個道歉 我想我們請教您市長 我們總統有這樣向全國人民的一個道歉的一個行動 在我們基隆市裡面 就你市長的一個看法 應該如何跟我們蔡英文有同樣的一個行動 來讓我們基隆市所有的原住民族族人 能夠真正能夠體會我們蔡英文總統 真誠地跟我們原住民來做一個道歉 我想林市長對於這一點有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謝謝 我想蔡總統做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我想無非是表達她對原住民族的一個尊重 我想這個態度也是從過去的總統到現在所沒有的 我想這是一個新的起點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值得來遵循跟肯定的 以上謝謝 市長我想本席意思是說 並不是說要你代表蔡英文 來向基隆市的原住民來道歉 不是說站在你一個市長的身份 怎麼樣把蔡英文的這個誠意 呈現在我們全基隆市原住民裡面 所以本席建議市長 8月1日是全國的原住民日 我們蔡總統選擇在那天 正式的跟全國原住民來做一個道歉的一個行動 本席建議8月1號的是市長 是不是可以召集我們全基隆市的所有的原住民的意見領袖 不管是頭目 地區幹部的主席副主席 來好好的做一個座談會 聆聽他們的一個心聲 將來我們都會區的原住民 將來如何的一個走向 我想及時廣義 可以把這些所有全基隆的一個原住民的意見領袖 能夠召集來做一個統籌的 來規劃我們基隆市原住民未來的一個走向 我想市長 這樣的一個請求市長可以做到嗎 好我想跟原住民組的這些頭目 或者是說這些騎老座談 我想這個我們非常願意 那這個我想這個座談 我想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謝謝 謝謝市長 剛剛提到這個原住民保留地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基隆市擁有我們全國第一個 我們原住民的國宅就是海濱駐宅 從本席91年就任第一屆的議員到現在 剛開始本席一直齊齊的希望 將我們海濱駐宅的產權 就是所有權 能夠逐年的 能夠移轉到我們原住民的所有人的身上 當然有關於時效的一個問題 也期待是要克服的 但是從91年到現在105年 將近已經有14年的一個時間 我想我們財產權的時效取得有5年10年 這樣的一個規定 對於地上權的一個取得地上權之後 經過5年我想可以申請取得所有權 但是到現在我們海濱駐宅的住戶到目前 據本席所了解 還沒有全戶所有的戶數都領到他的所有權狀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請我們的民政處王處長 能夠說明一下 好 謝謝陳明堅議員的錘詢 那有關海濱社區國宅的建物 它其實基本上現在有四個基地 那剛才陳議員所指的 那總共有戶數有110戶 那大概在祥豐段的69-43 69-55 69-101 74-3 71-72-73 69-100 69-98 跟69-99-10筆 原住民保留地 那當時的政策是因為由市政府 以優惠價格出售房屋 給舊八尺門的原住民的回建戶 當時是希望保障他們居住的一個權利 也提供他們居住的生活品質 那原則是按照原住民保留地的開發管理辦法 第十七條的規定 就是原住民在地上權設定後 繼續自用滿五年以上 那查明屬實地上權人得申請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那無償移轉給原住民租居所有 那這個案例 就是國宅公共土地無償移轉 其實是我們全國的一個首例 那我們經過查查之後 就是說按照中任軍員論保留土地審查委員會 按照上街的辦法 就符合繼續自用滿五年土地以上 與取得登記者 我們已經陸續完成了協助 所有權移轉登記有55件 那另外申請的流程中還有5件 那有兩件是駁回 那兩件駁回是因為有一個 因為它地上權有設定其他項的權利 另外是被法院假扣押再案 那另外還有地上權設定滿五年 現在等權力人提出所有人登記 申請有48件 那這48件大概其實 基本上都是當時的房貸 它沒有繳清 那另外就是它後來房屋可能有做買賣的移轉 另外也是房屋遭到法院扣押的因素 那我們也是積極的希望能夠申請 他們輔導盡量趕緊把這個所有權移轉來完成 那按照比例來講 現在其實原住民住戶提出所有權移轉申請比是56.3 那提出申請 既有本處協助所有權玩具比是88% 那這部分未來我們也是希望 積極來輔導他們進行來完成 那有關相關可能在法院上的問題 這個部分恐怕要另外來協助 這個以上跟成員報告 謝謝我們王處長 對於其他還沒有領到這個所有權壯或是還沒移轉的部分 我想能夠積極的能夠去處理 本來這個執行的一個項目 我原本是想說是用原住民的語言來跟我們王處來救教 因為這個所有的相關的一個權利 住在我們海濱住宅的 原住民總共110戶 就剛剛你所講的一樣 我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電視 讓他知道我們目前 為他們爭取這個所有權移轉的流程進行到哪裡 本來是想說王處看你是不是用阿美族語能夠全部來加以答詢 我想下一次 因為本期也非常關心 除了住在我們海濱住宅的一些原住民之外 但是更多的原住民目前還散居在其他一個地方 除了是租房子以外 我想也居住在很多的老式的這些違建屋在裡面 大家所知的就是我們中正區的利德路這部分 像本期最近也接到一個林務局 就請我們當地違建屋的一個住戶 一個原住民 就是必須在一個月之內要拆遷 要搬移 我想這對他是何等的一個苛責 因為在外面租金的一個昂貴 所以跟租屋的一個不容易相形的 對他在經濟能力不適可之下 他還是一直撥擊在違建屋裡面 但是要面臨我們林務局的這樣一個拆遷 就想是不是對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也知道我們本市對於我們住宅租金的補貼的申請數量 應該是年年都有成長 對於我們租屋的需求也是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我記得早上我們莊議員也提出這個所謂住宅的社會住宅的問題 所以對我們本市裡面 就如同本習剛剛所講的 租金 年年需求的那麼多 申請的這麼多 租屋量年年也是這麼大 是不是本市裡面 有可能可以就社會住宅這部分來去進行 本習今天早上看到一則新聞就是 內政部將來對於社會住宅的一個政策裡面 重點都弄在我們北北陶 沒有北北基 都弄在我們北北陶 這個三個縣市裡面 難道我們基隆市沒有社會住宅的一個需求嗎 難道我們基隆市跟三個地區裡面 不是所謂的市民或是公民嗎 難道我們基隆市就不是像如同我們市長所講的 將來我們北北陶基是一個共同的一個大 北大台北的一個生活圈 但是對於社會住宅的一個政策裡面 獨留了我們基隆市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請教我們 應該是都發處 徐處長 對我們社會住宅這個興建的部分 你有怎麼樣來看吧 謝謝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第一件事情有關我們的所謂的住宅政策 或者是比較社會性的住宅政策的部分 剛剛議員有講 就是我們有關租金補貼的部分 我們從101年的549的量 到104年已經上升到1026的量 這個量是排隊數的統合 所以我們等於足額的預算來去提供這個 爭取中央預算跟我們本市去編列預算去做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我們努力的事情是 就是讓它的核准率或者效率 就是來申請核准率跟效率的部分 勾基的部分可以更有效率 那我們從前幾年從35% 41%到今年是91.98%的這個比率 意思就是說有100戶有91戶 5.98%符合規定也可以得到這個租金 另外接下來就是租金的準時的到戶的這樣的勾基的部分 這我們也是在做努力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新政府來之後 他們對社會住宅的部分變成一個重要的政策 那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爭取第一步的一些規劃費來討論 金融市要參與社會住宅的這樣子的部分 怎麼去思考的 暴端台談北北陶的社會住宅中央跟他們討論 其實應該是講北北陶他們現在的部分 由於他們是那個都會區 所以他們都會區的相關的預算跟相關都已經在進行當中 所以他們的討論是說這個進行當中的計畫跟他們的東西正在勾集 那基隆的相關的部分其實也有在他們的討論當中 那我們也一直在跟中央來講說 這個部分的討論的部分應該要符合金融市的這個特性 因為都會區跟非都會區會有不一樣 這個我們會努力持續跟中央去做相關的過程 以上 謝謝徐處長 我想我們都發處有這樣的一個構想跟這樣的一個計畫 要勇於創新 我想本期是肯定你的做法跟予以加免 剛剛我也請教過我們民政處對於海濱住宅的一個問題 在海濱住宅附近我們擁有一個我們基隆市一個圓民會館 這個圓民會館也是在本期92年就任之後開館到現在 對於內部的一個城市跟一些文物部分 至今都沒有極大的一個改變 甚至於附近的周遭的一些環境或是一些的建物 除了我們的硬體設施之外 是不是在這裡我們民政處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跟怎樣的一個改善 因為既然做了這個圓民會館 就要把它的功能能夠彰顯出來 因為本期有時候到我們圓民會館的時候 也有除了我們本市的一個獎席 作為一個獎席的地點之外 也有很多外來的一個遊客會到我們原住民會館 但是我們不習以說 就這樣子就可以滿足說 而不加以做更多的一個改善 或是增加內部的一個文路部分 我想這部分我要請教我們民政處 將來怎麼樣把原住民會館能夠做得更好 民政處這部分是不是有怎麼樣的一個規劃 好 謝謝陳建議員的關心 崔勳 那有關原住民文化會館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短中長期的一些規劃 那在近期的部分 我們已經開始做會館對面的牆壁 做一個整屏跟修飾 那包括一些3D原住民的異象的彩繪 那另外我們包括館內的一些 一些燈具也都在做新汰換 再者就是說完成會館一樓 因為我們一樓的其實是展演的那個會場 那是其實缺缺一些異品的展獸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也是跟部落大學 積極來洽詢 那希望他能夠進駐在那邊 展獸一些原住民的一些異品 那我們目前也辦理幾項計畫也在進行當中 第一個是原民會館的入口處的一個異象 那個異象就是包含遼望台的部分 綠美化的一些工程設備 這部分已經都有編列預算在進行 另外就是說我們原住民會館 周邊異象設置的景觀美化 這部分有跟內政部營建署的城鎮風貌來補助 那後續的也在辦理過工程預算是550萬 那另外有關這個提升原住民會館的那個展演的表演 其實我們也在相關課程演習 特別是也請一些專業的教師 那希望就原住民傳統樂器 傳統舞蹈跟文化藝術課程來辦理 那當然我們整個會館 因為三四樓也藏了大概200多件的一些異族文物 那實際上其實可能在展獸的空間上 並沒有...當時設計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進一步其實也希望就整個會館的空間裡面 做一個重新配置 那可能會請專業團隊進來 因為我們希望裡面的東西展示文物跟所謂的展獸 一些文物上能夠更充實 那也希望有一些團隊他能夠形成一個類似市集這樣子 讓整個會館上有更多東西可以展現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有關這個會館的對面 包括這個油庫的空間 因為油庫兩個已經拆掉了 那其實周邊的三...兩個油槽拆掉 然後包括周邊三文物的開發 其實我們也積極要跟中油來協調 看能不能共同來開發 這部分增加一些會館的面積 那...再者就是我剛才講的 會館文物的採購跟規劃 這部分重點也算以阿美族的文物來為主 那希望增加這些... 那這部分可能也需要我們 從原民會來協助 這部分的計畫我們也能夠帶來進行 那最後當然是希望加強 周邊景觀景點南帶的串聯 那這個部分也可能要跟配合我們交易處推動 套裝旅遊 那這部分也希望各級學校 能將本館成為一個戶籍 戶外教學的主要場域 以上是簡單就我們目前在做一些規劃跟議員報告 以上 謝謝我們王處長 因為本期為什麼一直特別重視我們原民會館 我想我們市長他一直... 一直要... 要進行他自己所謂的一個核心兩個翅膀 其實我們東側裡面 不管是從基隆港到我們正平衛港到海科館 這樣的一個觀光郎帶 我想也不要忘了中間有一個原住民一個會館 將來這樣的一個觀光郎帶 是我們基隆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資源 除了我們西側湖海這一邊以外 跟我們有納的一個農業的觀光郎帶之外 除了基隆港之外 我想我們這個東側是值得讓我們在基隆市 好好的來給我發展 好好的來將遊客能夠留在我們基隆市 有關這一點休閒觀光這部分 但待會還是要請教我們林市長 所以剛剛那個圓民會館 我也希望我們民政處真的能夠好好的去做一個規劃 還好的把圓民會館周遭的一個環境 尤其剛剛你所提到的兩個倒油桶裡面 在我們市長任期內 近期就能夠把兩個倒油桶 這個就把它能夠拆除的話 我想要肯定我們林市長的一個魄力 我們也希望對面該地 能夠將來是不是可以納入我們圓民會館的管理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請林市長跟我們民政處 能夠積極的來去爭取 在這次我們蔡英文的就職演說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五大承擔之一的 就是我們社會的公平 就是強化社會的一個安全網 其中就是有透過社會集體互助的一個力量 來建立完整的長照體系 像我們都知道我們台灣已經算是一個少子化 高齡化的一個社會 我們長照制度也在立法院已經通過了 我想對於我們本市裡面 有關這個長照制度這樣的一個建立裡面 我們社會處是不是有大概這樣的一個體制 或是將來要做怎麼樣的一個進行 我們社會處我們吳處長能不能大列的來說明一下 非常謝謝這個陳明健陳議員的這個垂詢 我想這個你剛剛提到說像我們社會安全網這部分 在基隆市的話 在基隆市的話我想最重要的應該是在這個高齡化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高齡化的人口數所佔的比例是13.2% 那即將突破這個五萬人 所以在整個一個高齡化上面的一個照顧 我想是最迫切最重要的 那目前為止我想我們這個社會處跟衛生局都合作在推動這個長照十年的計畫 那在設定部分的話在這個交通或日照或者說參與或居府上面 關於65歲以上的這個私能者 私能老人的話這個我們其實都有在這個進行相關的一個服務 而且推動了一段的時間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其實應該就在整個一個福利服務的一個社區化上面 那不管是在這個我們除了這個七個區 特別在原住民集中的在中正跟七堵上面的話 不管是我們這個跟社會救助相關的或社工服務相關的這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或者是像這個日照 或者是說像這個社區關懷據點等等之類的 能夠就近的提供這個福利服務 那這個我們都已經陸陸續續在做 那以上先跟這個陳議員說明 謝謝我們吳處長 我想對我們老人這一些關懷的一些措施 我們市府真的是不以餘利啦 而且也相繼的成立我們老人的日間關懷站 關懷據點 這部分我是予以肯定 但是本席就所收集的一個資料 雖然我們基隆市原住民老人人口數 在我們本市裡面佔的不是很多 大概佔了百分之1.2 大概1.2 對於我們基隆市附近的這個老人日間關懷站的一個設置 桃園就有六站 新北市發展台北市跟我們人民團體跟關懷機構來配合 都有好幾站是針對我們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的一個設置 對於我們基隆市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設置點 做這樣的一個建立 我們希望我們社會處就如同你剛剛吳處長所講的 在我們原住民人口數比較集中的地方 或是在我們大的行政區裡面 比如說中正區、齊獨區 這兩塊區塊也能夠成立我們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的一個設置 在這邊本市能夠期待我們社會處能夠加油的一個努力 既然我們已經趨於到高齡化的一個社會 對於我們老人的健康更要特別的一個注意 所以本人對於我們原住民老人這邊特別 健康部分特別的關懷 不只對我們原住民老人 去我們本市我們這些老人的一個健康 我想不管是我們的衛生機構跟我們的私立醫院 特別特別的要注意到我們老人健康的一個問題 本市既然是我們原住民的一個名義代表 所以僅就於我們原住民老人健康的一個問題 往往過去可能沒有做一個整合性的一個整理 相對於這些的很多我們老人健康的問題 沒有凸顯出來 所以這一點 我想是不是衛生機 或是我們私立醫院 私立醫院是醫療機構 是不是請我們私立醫院我們楊院長 這次來加以說明 謝謝 謝謝陳醫院的諧詢 那我四月底到了私立醫院服務 那我過去在衛生局做副局長 那我以前在中山衛生所當所長 那幾個事情我覺得就是我們對於 我們的市民的健康照護或者福利照護呢 是不是能夠整合在一起 剛才醫院也提到 那麼剛才我們吳處長也提到 那如果針對原住民的這個部落呢 那也許我們私立醫院呢 更應該跟這個部落的這個 頭目啊跟主席啊幹部啊能夠多做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就私立醫院來講 我們很希望能夠走到社區 能夠針對特定的一個族群 能夠提供一個整體的一個服務 那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這個健康的情況 那我們如果從資料上來看呢 原住民他的健康的問題 大概在這個肺結核或是肝臟的問題 或是痛風上的問題 甚至在腫瘤上的問題 是比一般我們的這個市民呢 是來的高一些 那所以我們健康照護呢 應該從這方面去著手 那過去我們的衛生局 衛生所呢 我們在合家歡的健康檢查 我們在肺結核的篩檢 我們其實都有在提供市民的一個照護 那如果我們要針對原住民的更精緻化的 或是說更有焦點式的一個整體性的照護的話 那很可能我們私立醫院要更走出去呢 跟我們的部落的這個頭目呢 做進一步的溝通 那如果我們可以掌握各個部落 原住民他的人數 他的年齡分層 那其並上的分類 那我們其實可以透過我們現在 衛生局正在發展的市民健康照護系統呢 或是這個智慧醫療的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市長的概念呢 我們可以去把這個衛生福利部的電子病例呢 跟那個健保署的這個健康存折呢 把它整合起來 那麼針對原住民呢 我們來做一個健康的管理 那對於有慢性疾病的原住民的這個朋友們呢 我們提供特別的照顧 那對於有這個肝因化的可能的 潛在的這個風險的這樣的一個原住民呢 我們也可以提供一個到宅的 或是說我們在據點上做的肝臟超音波的一個掃描 那這個我們市立醫院是可以提供的 謝謝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照護的一個制度 不像不只你們衛生局或是市立醫院的一個責任 不像我們民政處對於我們這些的一個訊息 或是社會處有這樣的一個支援的話 希望能夠跟我們市立醫療機構能夠做相對應的一個結合 能夠把剛剛我們楊院長你所講的一些問題 能夠整合起來 至於楊院長剛剛所講原住民老人這些 比較得到的是肺結核跟肝硬化跟痛風 這個罹患率可能會這麼高 我想我請我們各區處不要想到那麼多 原因是怎麼樣不要想到那麼多 原因到底是什麼 不要聯想這麼多 不要聯想這麼多 重點就是希望楊院長你能夠將你剛剛所提出的一個構想 能夠逐步的來去落實 來去施行 我想原住民會感謝你 在昨天我得到一個我們一個資訊 就是我們市長擺脫吊車尾的一個墊底的一個名次 要升到第15名 而且有三顆星進入到我們四顆星 在這邊是給市長移以恭喜跟加冕 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基隆市有比你還得到名次第一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全國常位最差的基隆市是排第一 這個第一名還比你還還在前面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可喜的一個現象 所以為什麼我們基隆市在我們全國裡面 是腸胃最不健康的一個縣市 我想我們衛生局 站在你這個行政單位衛生局的立場 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 或是將來怎麼樣去做一個改善跟防止 謝謝陳議員的一個指教跟關心 那事實上這一個腸道健康的一個調查 那事實上來自於三個民間團體 一個是台灣乳酸菌的協會 另外一個是台灣癌症的基金會 還有另外一個是台灣營養基金會 那他這一個調查跟是針對全台20到45歲 1172個來做一個調查 那他的調查最重要兩個結論 第一個就是一個長到年齡的老化 全國大部分都有這種情形 只是排名在前面的是第一名是基隆 第二名是宜蘭 那另外一個他結合了一個 國健署的健保署的一個資料 那認為基隆在兩個疾病上 比較在前面一個是大腸膝肉 另外一個是餵食道的一個逆流 然後他得到了一個結論 說是飲食偏好一個酸胃 那事實上在整個基隆市 差不多三七萬五千的一個市民 通常我們在年底也都會做調查 事實上在整代表三七萬五千多個市民 基本上我們衛生局抽樣 我們基本上是抽樣大概一千多多名 這一千多名這種隨機的抽樣方法 才能夠完整代表整個基隆市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一個調查他也用隨機的 所以他可以部分反射出事實的情況 那整個基隆市他有得到一個三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重要的是國人營養攝取不均偏高 第二個結論就是外食的習慣 來增加腸道的壓力 第三個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常常用吃來解決我們自己的一個壓力 他得到這個三個結論 事實上這三個結論也可以做相當大的一個參考價值 那根據基隆市歷年以來 這十幾年發展社區合家翻的一些數據 我們顯示在整個基隆市 我們午餐外食的習慣一個禮拜有三次以上 我們高達了49.15% 那如果晚餐外食的習慣一個禮拜超過三次以上 我們高達了35.82% 換就要接近四成左右 然後我們有吃點心的習慣一個禮拜超過三次 27.29% 快接近三成 而我們整個基隆市的市民在吃蔬菜水果的一個習慣 每天兩碗以上只有差不多三成左右 那我們因為在這裡面有一個乳酸菌學會 所以他非常鼓勵一個乳製品 那我們吃乳製品的一個習慣 每週如果吃三次以上 那可以達到42.35% 然後基隆市民有喝咖啡 有喝茶的一個習慣 一週達到三次以上 那高達了兩個因素 高達了一個四成 我們都知道外食的習慣 那基隆市這一份的調查 基本上是20歲以上 如果限制在他的調查20到45歲 我們這個比例會更高 所以基本上 雖然基隆市的腸道的一個健康程度 在這一份的評比是排名第一位 可是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很可能來自於外食習慣 因為我們每天到台北外縣市上班 高達6到8萬個人 如果根據他的調查 我們限制在20到45歲 我想這個外食習慣的比例會更高 那第二個就是飲食均衡問題 我們的蔬菜 我們是一個港口城市 我們的海鮮取得太方便了 所以對於蔬菜這種攝取來自於不夠 所以根據這一份的一個調查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參考的一個資料 那基本上要改善這個腸道健康 要從幾個方向來著手 一個飲食一定要均衡 第二個要有良好的用餐習慣 第三個不要用吃來疏解壓力運動 這幾個結論也呼應到我們 基隆市衛生局在促進健康這一塊 在七個區域一直在推動的 就是我們希望鼓勵市民 有一個良好的衛生習慣 有好的一個居住環境 這樣就可以維持70%的一個健康 再加上了基隆市衛生局 每一年推動了14年的一個社區 合家班的一個健康篩檢 透過這個我們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一些疾病 那在現在我們從中央拿到了一個計畫 就是一個慢性病管理的一個計畫 再透過這些慢性病管理 因為慢性病這個疾病 是可以透過管理來降低它的發生率 我想透過這幾個方面 我們大概可以促進整個基隆市市民的健康 以上衛生局報告 謝謝我們吳局長 我想我們市民的健康 真的要非常注意的來做一個把關 除了剛剛我們楊院長所提的 老人健康部分之外 對我們市民所有健康 我想你是手上其中 作為一個衛生單位的話 應該更要的一個注意 另外就是我們今年我們本市 開始施行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危險保險這部分 但是就本席所知的 在納保率這部分還是有待的要提升 因為這麼好的一個制度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納保的對象 全部都能夠納保進來 所以在這邊本席建立 我們民政處在整個有活動的場所裡面 或是集會的場所裡面 我們社會處也是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場所 能夠多多的語語宣導 這個是有利於我們這些納保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個是本席要跟我們民政處跟社會處 這樣的一個期許 在前幾天5月31號 本席參加了我們基隆市市立八斗高中原住民藝人班的畢業成果展 當天晚上我看到我們八中原民藝人班的這些三年學習的一個成果 我們也在104年的12月10號 在我們的文化中心 跟據我了解應該是16家的產業 我們市長也在 我們教育處都在 做一個場觀學的一些合作的一個備忘錄 在104年到現在 這樣的一個備忘錄的簽訂 它有怎麼樣的一個效益 緊急於對我們這個八斗高中原民藝人班 跟這個產業跟這些產學部分 是不是可以能夠做這樣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模式 而且很多的我們八中藝人班的學生 不一定全部的學生都是朝著升學的一個管道 來去繼續來去升學 也許有的興趣是在產業部分 在職場部分 這一點我們本市教育處 既然跟我們十幾家的產業界 能夠做這樣的一個全業的一個備忘錄 就對於我們八中原民藝人班的部分 我們要問是不是有怎麼樣的一個措施 在這個簽約的備忘錄裡面 我想請我們的教育處長 陳處長能不能加以說明 好 一座謝謝你 對於這個我們八斗中的這個原住民藝人班的這個 後續跟廠商簽的MOU之後的一個 後續消營跟這個成果的部分 那我這邊就針對整個進度做一個報告 那麼在去年12月10號已經參與 你簽了這個MOU之後 我們陸續後面又邀請這些廠商來 也開了兩次會議 那針對就是這些廠商如何 開始進入我們八斗高中 那甚至是國中 從國中就開始 那怎麼開始去做一些專業的指導 那甚至是一些寒暑假的 Interm的一個 就是相關的一個配合的說明 那兩次會議之後 我們也確實就集了所有的共識 那其實我們很重要的目的 當然最希望是希望說我們的這些 原住民的夥伴 學生學子 如果未來畢業的時候 假設可以就是不想升學的時候 也許就有在我們這樣一個海洋產業 就可以就進就業 這是我們當初的一個最原初的想法 那也獲得了剛剛在講的就是學校跟產業 他們的這個認同 那其實剛好教育部 它其實也有一個叫做 就是給高中指的一個就業導向課程專班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計畫的申請 那我們就想說 剛好這個機會 所以就把大家都共識好之後 就寫了一個計畫書 那也跟教育部申請 希望能夠讓我們在105學年度開始 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原住民專班 它除了是原住民專班之外 另外一個名稱其實就是所謂的就業導向的 課程的專班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又有經費的益助 那可以讓我們整個未來這個學子 可以享受更充足的一個支援 那只是我們報過去之後 在那個3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報過去了 那麼結果在4月19號的時候 那獲得了那個教育部 它這邊的一個回函 就是他們確實也把我們的計畫很仔細審完之後 發現還有非常多的這個缺失要改善 那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它是希望認為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學子或少 那因為其實這個專班 它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有80% 是一定要活高三畢業之後 就能夠立即就業 這個是要很確定 那只是因為 還有再來就是說 學子它有特別規定不能少於15人以下 那剛好就這個條件我們其實不具足 因為我們的這個專班 我們現在的原住民專班人數太少了 那我們其實也把體育專班也把它放進來 但是還是不足 那這樣不足之下就變成我們兩個條件 我們達八成的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得到 可是我們深遠過少的這一塊是我們沒有達到那個門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也跟這個八斗中這邊 再盡量再協調 然後我們又找產業來想要繼續談 就是說好這一次 因為我們的條件沒有具足 所以我們沒有過 那是否就是產業這一塊 你就是持續對我們這些學生能夠持續照顧 那我就希望是八斗中這邊能夠努力一些些 那希望今年就是等於是 學子在進來的之後 那可能就是能夠達到教育部的那個門檻 那我們在下一次再申請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達到 那那一天那個林校長也很棒 他其實也很想湊整這件好事 所以他也跟我講說 照這個現在的聲援過來來看 明年應該這個就業導向的專班 應該是會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呢就算今年這樣在這個情況沒過之下 那我們也針對這些學子其實我們也有做一些安排 就像我剛剛講我們也把這些企業 希望這些學生他們畢業之後 如果沒有想要繼續升學就可以到這些產業能夠去工作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市長也很看到這一塊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他也交代產發處跟我教育處這邊 就是希望未來我們的高三畢業之前的學子 當然不會只有我們四個完中 包含了我們其他的公私立高中職 總共是13所 能夠在高三畢業的時候都能夠看 對我們基隆市本市的所有的這些工廠就業的這些公司行號 都能夠去做一個參訪 那是否就是說有哪些行業其實是自己喜歡的 假設未來沒有想要繼續升學的時候 也可以隔離就近就可以去工作就業服務 那我們也很感謝那個在三月份的時候 其實那個社會處好像就辦了一個就業博覽會 所以我就想臨機一動就是說 我們的學子可能為畢業生這個 我們未來也會告訴我們的學子說 其實我們在社會處這邊每一年也都有辦這樣的一個就業博覽會 所以等於是我們的學子在畢業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重的機會 一個是看過所有我們的本市的所有的這些企業 第二個是也可以參加這個就業博覽會 那第三個是那天跟我們簽MOU的這些企業 他也會盡量協助讓我們的孩童在畢業 如果不升學的話也可以就業 所以我們應該會盡我們最大的權力 就是來照顧這些 尤其是我們原住民的學子以上 謝謝我們陳處長這麼詳細的一個說明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的加以努力 剛剛本席也加冕了我們市長 從過去定底的一個成績 這次要升到第15名 而且由三顆星進入到四星那個俱樂部裡面 除了六都之外我想我們林市長算是最進步的其中之一 尤其在道路交通跟休閒觀光環保消防公共安全這幾項進步的最多 我想我們我們議會同仁對於我們各項的一個市政應該都有所質詢 我們不管在交通部分或是環保公安這部分 我想不便在這裡再加以的罪論 我想只是請教我們林市長在休閒觀光部分 剛剛本席一直重視的就是你的一個核心 兩個翅膀的一個東側 這部分本席也接到很多我們市民的一個陳情 希望讓這個東側能夠把它變成莊點的更亮 作為我們基隆市觀光資源的一個亮點 從我們基隆港也好到鄭兵義港到和平島到我們海科館 能夠形成一個新的一個藍色公路 我們過去也提倡我們一個藍色公路 但是到最後好像是胎死鋪中 這條一個海線也正可以將來作為我們基隆市觀光廊帶 最重要的一個海線的一個路線 甚至到我們的基隆嶼 所以很多的市民也提供本席很多的一個資料 如何將這邊沿海部分的一個住宅能夠裝點的更亮更漂亮 給本席也提供很多的意見 甚至也提供我們鄉型的一個城市裡面 不同的一個風貌來做一個比較 他們做得到我們基隆市應該也做得到 就在於是有心還是沒心 所以這一份待會執行之後 我想這一份提供給我們市政府 或是給我們交流處做這樣的一個參考 因為他們的建築物跟我們基隆市 從鄭兵嶼港一直到和平島這個沿街的 這個鄭兵嶼港周圍的建築 跟其他國家這樣的一個建築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人家可以把它這樣的一個房屋裡面把它拉皮 把它採裝得更漂亮 甚至於到晚上把它裝點得更亮 很多人就是到了晚上就在那個街道裡面 就有臉萬反 就變成非常以後知名的一個一條街 比如說像我們所謂的右岸左岸 同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這麼多我們當地的市民 為我們的基隆市的觀光 能夠付出這麼多的一個心力 甚至於還親身的跑去國外 做取得這麼多的一個資料 來做一個比較 我想請我們林市長 既然一直努力的來推行我們的觀光資源 我想對我們基隆市這部分能夠在近期之內 能夠呈現你林市長所給我們基隆市的一個承諾 這是本席給我們林市長跟我們交理處這樣的一個期盼 在前幾天有位市民跟我講 我們台灣發生了一個地震 它的震央剛好是在我們基隆市的好像是東邊幾公里的一個地方 它的震度是7.2級 但是我們從整個電視裡面 我們看得到全省震度的一個顯示裡面 單單唯獨沒有顯示我們基隆市 沒有顯示一個基隆市 所以這一點裡面 我想這個部分是屬於我們那個基礎 所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一個震度的一個顯示 每個縣市都有 宜蘭比如說三點幾度 珠澳幾度幾度 一直跳到我們新北市 然後到桃園 而基隆市震度沒有顯示出來 難道我們基隆市沒有被震過嗎 所以這一點我想請甚有的時間 來提醒我們市政府是不是能夠加以反應 本席所關心的不外乎就是我們原住民的一些樂務 很多我們原住民是大家所熟悉的樂天之命 除了在工作上的努力之外 在休閒方面他們也有個人的一個休閒的一個活動 他們所期盼的就是希望在他們的住家附近能有一個 他們屬於的一個活動的一個空間 像我們延民會館 這不用講 可以讓我們中生區所有原住民 可以折地就在那邊做一個原住民的一個活動 但是其他的地區 我們區土地區只是一個檢疫橋下的一個活動中心 我們希望我們民政處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一個住所 將來能夠規劃得再更好 其次就是我們安樂地區跟軟軟地區 這個地方是我們兩個地區裡面 所以原住民裡面期待非常非常的久 我們有很多的議會同仁 像早上我記得我看的我們徐議員 也為我們中生區爭取什麼這樣的一個福利 我想我們的訴求都是一樣的 但是本期就原住民一個民代的一個身份 對我們比較重視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這個活動空間裡面 我們希望我們民政處裡面 對於本期的一個提案 能夠加以儘速的來做一個實現 第一個就好像我們安樂地區 現在我們已經爭取到我們活山 就是P50級一個橋 兩個橋墩裡面 跟我們的高工級已經申請到無償借用 我們區公所也已經做了一個無償借用的一個所需 我們洛區長給本期的一個反應就是 這個手續已經完整了 所欠缺的就是將來的一個綠美化的一個流程 所以在這部分我們民政處是不是能夠加以的一個配合 在軟軟地區 我們也責定了一個水原橋附近的一個空地 它的附近裡面也有相對的一個社團 來作為他們一個檢疫的體育活動場所 他們可以申請 當地的原住民為什麼從以前申請到現在 申請不下來 所以這一點部分 我跟我們軟軟區的林區長也反應過 但是還是要我們市府這邊 要我們民政處能夠在嘉義的督促 來盡速的能夠實現我們當地各區原住民 所期待的一個檢疫的活動場所 也讓他們能夠在工作之餘 也能夠一個紓解壓力 或者是發揚他們文化的一些活動的一個場所 在這邊本期再次的能夠 將本期的意見建議 請我們所有的市府團隊 能夠努力的一個實現 就如同我剛開始講的一樣 原住民的本市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業務 本期期盼我們各其處不要各自為政 大家同時都是在基隆市的一個市民 就好像早上我們市長講的 我是基隆市的市長 我不是基隆港的基隆市 剛剛早上講的這句話 我想把大家認為 我們原住民把我們基隆市 當作是我們的第二個故鄉 期盼我們各局處對原住民的業務 能夠多多的關心 跟重視本期的種植性時間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明健議員 希望我們市府團隊給原住民 可以更多的關懷 更多的重視 我們時間到休息十分鐘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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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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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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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